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到訪工聯會辦接線生 原來如波未了 反而掀起了民主黨的陶謹申 以及工聯會的麥美娟之間的罵戰 到底是發生甚麼事 昨晚陶謹申說到 林鄭就委託工聯會協助部分香港人 寄東西回廣東省和福建省 郵費是由特區政府給的 特區政府不應該只是偏頗資助 部分香港人透過這個組織去免費寄東西 豈不是漠視其他市民的需要 陶謹申就質疑 林鄭只是想幫個別政黨或團體 搞他的選舉工程 陶謹申就希望特區政府能夠一視同仁 同樣會資助所有香港人 寄約回大陸所有省市 實情陶謹申也不需要質疑 林鄭現在的所作所為 正正是跟他呈交給中央政府的那份工作報告所說的一樣 就是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選情 就是要握緊這個難得可扭轉形勢的契機 令到選情轉危危機 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寫的 現在他真真正正就說到做到 明益工聯會 陶謹申就說了這些說話 麥美娟聽到 就省得他立立令 今天就走出來見記者 聯同王國健 到底麥美娟和王國健有甚麼理據呢 王國健就批評 陶謹申的說法 就是吃不到的葡萄是算的 以及質疑他小人之心 諾君子之福 至於麥美娟怎麼說呢 麥美娟就說 他們至今已經接獲超過1200宗 在內地港人的求助個案 而工聯會受特區政府委託處理記者的工作 就沒有收過政府一分一毫的行政費用 哇 他說到工聯會的付出真是甚大 他舉了例子 他就說工聯會又安排了一個電話的接聽中心 又安排了一些義工來接聽電話 向市民解釋的情況 又申請了一些新的電話線 又要安排人手去收東西 然後發到內地以後 又要在分法中心那裏 再去配給市民 哇 真是厲害了 工聯會做了這麼多的封工偉績 又要不像大陸的新華網那篇文章 那樣 全世界欠了你一聲感謝 真是厲害了 麥美娟 現在不需要像去年 根據張華峰議員和梁定邦主席的對話 當中談及到你曾經在禮賓府那處 林鄭的什麼 我不知道這些是否真 你亦沒有交代過 亦沒有承認或否認過 因為你說這些內部對話是保密的 不要緊的 你現在肯定不會對林鄭作出任何批評 因為在駱主任號召所有建制派大團結 支持林鄭的大前提下 所有人都禁聲 不再加入批評特區政府的行列 現在林鄭為你們開創有利氛圍 輸磚降貴特地走到工聯會那處 裝鬼裝馬什麼都做齊 以往建制派批評特區政府 以為建制派是逢此支持她 連枯票這些行為都懶做 現在林鄭真的重視到你們不得了 差點會這樣做 所以現在麥美娟走出來 就批評民主黨 說陶謹申是什麼呢? 說他們習慣政治先行選舉先行 因此才會質疑工聯會的工作 和選舉掛勾 到底是否和選舉掛勾 那個工作報告就說得很清楚 是否市民也是有眼見的 至於陶謹申 當然又要批評 又要去反駁你的反駁 他又說透過工聯會寄 政府會資助速遞費 市民自己寄 就沒有任何資助 特區政府沒有解釋 為何會有這種差別的待遇 他又提到有報導指出 林鄭向中央提交的報告 建議透過政治操作 在未來立法會選舉當中 幫助建制派的政團 因此就有合理基礎懷疑 政府這種差別待遇 是和選舉有關的 你都不需要懷疑 實情我覺得 道理都在你逃身那一方 但為何好像在香港 沒有什麼引起連意 都好像沒有人看 因為香港市民是無感 我相信九成九個香港市民 對於你們說 記不記惹回大陸 內容其實是無感的 為何會無感呢? 因為記惹回大陸的行為 與我們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距離 真的非常遙遠 在我們的老海世界當中 都沒有這些概念 你猜現在還是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我們要去國貨公司買東西 記回大陸接濟的親戚 過年的時候 就穿幾件棉納在身 又穿幾條褲 跟著還拿著單挑 背著腰骨都軟 回去接濟大陸的親戚 你猜還是那年代嗎? 現在還記什麼呢? 當然現在記給那些人 其實都是香港人 有香港身份證 但這班很明顯是新移民 在大陸生活的香港人 即是新移民 好人好像在香港住的 怎麼會在大陸生活呢? 而泛民很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專門幫這班人 其實就是寫本續末 有這麼多本地的香港人 你都顧不了 你還是顧這班人 而這班人當中 其實九成人都不是支持你的 我看過《信報》一個訪問 他訪問新移民 說一到街的時候 很多物資都買不到 但記者問到他 你會不會怪責特區政府呢? 他怎麼回答? 他說不會 因為你要給個空間 政府去改善 政府不是萬能 他們會對於一些掌握公權力的人 以最大的包容程度 來寬容他們 但對於那些無權者 對於那些抗爭者 他們就會以一把最嚴苛的尺來量度 那些新移民怎麼說? 對於那些黑衣的示威者 說他們破壞法治 搞亂香港 就是說這些話 你往往就走去爭取這班人的支持 實際上這班人很難會支持你的 他們背後又有同鄉會來操縱 你看看啟程邨和德朗邨 你選極都輸就知道了 就是希望泛民應該爭取一件事 就要拿回新移民的審批權 限制那百五人下來 還有就是爭取取消什麼優才專才計劃 而且那些人下來讀書以後 就不要讓他們留下可以就業 就不用搞到什麼廣票 住了七年又變成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然後又說他們是支持政府的中堅 愛國中堅 你自己看看港票圈 看看微信的朋友圈 別人有寫的這些全部 所以為什麼呢 道理就算在你那裡也好 市民是沒有這樣 就是這樣 接著就說說關於新民黨 根據HK01的報導 他們又放風出來 說容可欣連任勢危 為什麼呢 因為有可能 就由自由黨的李子敬 代為掛稅 出戰新街東的直選 新民黨最近就說改了這個初選機制 就似乎要為李子敬度新訂做 那麼這個初選機制又改成怎樣呢 就是開放給非黨員參與 這個當然就已經是為了李子敬去開放了 這個大門 李子敬是自由黨的黨員 一六年的時候呢 他就曾經選過新街東的直選 田北俊就排在他後面 就要推他上去 但是推來推去都只有兩萬票 那就上不了位了 現在李子敬就厲害了 作為這個YouTube界的紅人 K100的發起人 藍絲的YouTuber之手 那麼他每一條片呢 都起碼十萬八萬個view了 我們這些小台就完全比下去了 所以就要靠大家的過億 有幫手把我們的片段 除了是讚好留言以外 還要分享給你的朋友收看 起碼都叫做有得困一下 如果不是收視太低 慢慢就會被邊緣化了 說回李子敬 他有機會代自由黨和新聞黨 雙排頭來參加直選 但是他現在所吸納的粉絲 其實大部分都是深藍 你不相信的話 就看看他的片段和留言 是非常嚇人的 但是當初他代表自由黨出戰 即是田北俊為他背書的時候 他是淺藍 他所吸納的票員 自由黨其實就是淺藍 知識藍、李勝藍 但是現在他就變成深藍 他去參選的時候 縱然他揹著兩個牌頭 但是他可不可以吸回那兩萬票也成問題 而且他今次去出選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到底他網絡的人氣 能不能轉化成為選票呢? 還是他的點擊率 原來只不過是虛無 彈花一現 其實九月的時候就自有分曉 到底熊凱欣又差點什麼呢? 根據消息所說 其實他與公民力量是格格不入 那些地區裝腳很多都不是很妥當熊凱欣 因為熊凱欣的形象就是中產 自己本身也是專業人士、律師 但是公民力量的那些人 雖然他們都是中產來的 但是代表的是基層多些 所以其實是格格不入的 而且熊凱欣的表現 就真是弗善捉塵 例如他說的生筆 就被人笑了幾年 他說什麼? 就說他認為議會內外 都不應該牽涉太多的政治 這些是顯示得出 你的人是沒有什麼學識 沒有什麼水平 這些是笑死人 所以就是 醞養要換人很久了 現在有可能是李子敬代為出戰 下個星期就會拍板 到底這個消息是堅定留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